聚焦隐蔽战线的电影《无名》正在热映 片中王传军与王一博饰演一对搭档 在片场二人也是形影不离 即便不拍他们戏也会来到现场学习 专访中王传军透露 这次拍摄和王一博产生了革命友情 中国电影报道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传军 电影《无名》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上海 王传军饰演的王队长 与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 表面都是汪伟政府的打手 此次片中两人有不少上海话对白 身为上海人的王传军 承担起了教学任务 就是跟一博两个人在教一些上海话 然后他学得非常的快 很温馨 很温暖 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对手戏特别多 然后导演要求也非常的高 所以基本上我们两个 就会像是那种被流淌的小朋友一样 老师一直要给你们辅导作业 然后告诉你这个作业怎么能做得更好 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就在这样一个不断磨砺的过程中 产生了一种革命友情 对 难道呗 我也进去 为呈现最好的状态 每场戏两人都会反复拍演 有一场戏是拍在审讯室门口 等待梁先生出来的一场戏 因为刚开始拍只有我跟一博两个人在 然后我们几乎是从下午有了方案之后 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 换了无数的方案 各种各样的尝试 灯光啊 站位啊 挖阔台词的内容 都一直不停地在修改 那个晚上非常的漫长 但是也非常的开心 尽可能地去多做一些尝试 因为我觉得对演员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有机会不断地去尝试 因为尝试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哪一种表达是更好的 或者哪一种是更贴合导演要求的 电影《无名》是对隐蔽战线上 无数无名者们的致敬 王传军也希望通过《无名》 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我们有一段肯定值得被铭记的 或者被歌颂的一段历史 但是《无名》选择了用一种非常隐忍克制的 且不带口号的一种状态 让大家看到了当时的那些地下工作者 他们血淋淋的生活 或者更有更立体的一种生活 我觉得会勾起更多人的那种思考 或者大家想去了解一下 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名帮在一起等一等》 《无名帮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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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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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